大家好,我是咕咕,今天我们来一起看《废学小姐谈》第二季的第十二集 继承了废学小姐体制的陶乐西,在和小警员在河边甜蜜垂钓的时候,叼上来了一具女尸 小警员男友力爆棚,顾不上自己害怕,而是先让陶乐西转过身去,不要被尸体吓到 停时间,女士带着天主教信徒的随身物品,陶乐西为了帮大家确认女士的身份,也顾不上害怕过来帮忙 虽然没有得到准确的信息,但是从女士的衣服标签上,陶乐西认出是来自修道院下属的收容所洗衣房的标志 众人前去修道院了解情况,警方是被修女任命的洗衣房的负责人,她说确实有一名叫做小戴的女孩失踪了 在洗衣房的顾料们,除了洗衣服之外,偶尔也会被介绍到其他地方去工作 小戴就是由修道院接上去了高级酒店工作的 本来这是比洗衣服更好的出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前几点偷偷的跑了回来 金发就罚她关了小黑屋,结果她就突然跑了,也没有回酒店,不知所踪 飞雪想找认识小戴的人进一步了解一下,结果发现,这个说是做善事,受容失足女孩们的洗衣房 其实比监狱的环境还要差些,女孩们一看就是加班工作的疲惫和过劳的伤痕 更让飞雪生气的是,关女孩的小黑屋也弄得跟禁闭室一样 门一打开,还有一个怀孕的女孩,玛丽,被金发关了进去 飞雪指责金发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忍道了 但金发解释,咱们不是工厂,是免费提供住宿给无家可归和失足少女们的家 既然是一家人就不会计较那么多了 回到了禁闭室,这是小戴最后出现的场所 房间的床单被连接成了长截 金发怀疑小戴是用这个从窗户爬了出去 外媒就是河,估计就是因此意外淹死的吧 这个解释飞雪就一百个不相信 因为飞雪一眼就看出连接床单的是平洁 用力就散了 结果探长好奇,飞雪怎么对打神洁如此的熟悉 飞雪眼神闪烁,他会的可不止这个 达领洁也是一把好手 这贴近达领带的暧昧场景正好被杰克的全岳父副局长创建 副局长是来向杰克传达命令的 要求他停止对小戴案件的调查 当时的升职部门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权 背后也有很多大家族的支持 杰克探长这样公开去熟悉院调查命案 无疑是触碰到了某些大人物的底线 所以副局长让杰克把小戴的案件 抓给另外一个滑水出了名的警长 杰克自然不服 想找下这个命令的行政长官理论几句 这个行政长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这是刚刚升职的副局长 杰克探长行动被约束 飞雪接下来只能靠自己了 飞雪的姑妈也是支持修道院的家族之一 瞧的是,有一名从洗衣房派去给姑妈做饭的 叫乔安的女孩也在最近失踪了 弄得姑妈现在十分想念乔安的厨艺 这下从洗衣房失踪了两个女孩了 飞雪决定再次去洗衣房里找找线索 就躲在洗衣篮里混了进去 刚进去就和玛丽打了照面 玛丽对洗衣房的制度早就不满 很乐意告诉飞雪修道院的事情 她说小戴之前从酒店偷跑回来过一回 并且哭着说不能让某个男人找到她 男人指的是谁,玛丽就不清楚了 只是看到过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 曾经接送过小戴 至于乔安,她是小戴的好朋友 但她和总是顶撞修女 老是被关禁闭的小戴不同 是个乖乖女 一次禁闭室都没有带过 但玛丽奇怪的地方在于 禁闭室里却有乔安的物品 桥上有小戴留下的讯息 112戴威尔 这句话就是用乔安的眼睛刻下的 小戴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得到了乔安的眼镜 为什么要回到修道院 在禁闭室里特意写下这个暗号呢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暗号一定和两个女孩的失踪有很大的联系 发现线索没一会儿 飞雪就被升职的副局长抓包 和教导主任似的 拎着犯错的飞雪就去找杰克探长发落了 对案件移交给滑水警长不满的杰克探长 这次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飞雪这一边 飞雪也没有让她白白被骂 说出了今天潜入洗衣房的发现 下面两个人就要重点调查 那个暗号的含义了 杰克探长这边还截取了小戴的验尸报告 发现她的死因虽然是溺水 但肺中的水质不是发现尸体那块水衣会有的 溺水的地方应该在海岸码头附近 众人正推测准确的地点时 一个熟人以外的到访 是玛丽 她利用沸雪偷偷送给她的小企业 成功地从洗衣房逃了出来 沸雪自然是不忍心 玛丽在那种环境里生产 就考虑给她介绍一份新的工作 姑妈家就成了首选 但姑妈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人 玛丽的厨艺又一般 姑妈自然是一百个拒绝 工作的事先放一放 沸雪赶紧让司机兄弟寻找小戴落水地的线索 很快两个人就锁定一艘和小戴留下暗号名字相同的船只 沸雪偷偷潜入了进去 在船长的房间里发现了小戴衣服的碎片 这下就可以确认 可疑船只和小戴失踪的关联了 但一船的水手大汗 沸雪可搞不定 过段回去搬救兵 前妻的未婚夫小胡子正好有点关系 并请她帮忙查查可以传之背后的利益关系 看能不能从源头解决此事 杰克探长也在自己的权限之内 查找曾经接送过小戴嫌疑车辆的相关线索 看着过去从不越界的杰克探长如此执着于查 不属于自己的案件 前妻出言责备沸雪 你还真的会给杰克制造麻烦呢 沸雪没有说话 还是姑妈说话犀利 你和杰克怎么样 关她一个前妻什么事呀 可疑传之并没有给沸雪他们慢慢调查的时间 四季兄弟得到消息 他们今晚就要提前骑行了 没显示心虚 想跑路 可恨副局长再次出面 压着几个探长 让他无法谦虚难解 这次要面对的是一船的对手 比遗忘任何一次都要危险 沸雪决定这次还是算了 不能够妄自行动 除非自己全副武装 果然爱管闲事的沸雪是不会变的 沸雪他们就潜入了可疑的传之 幸运的是很快就发现了躲起来的乔安 他人没事 不过被关了一阵子 人很憔悴 四季兄弟迅速带他撤离 回到车上时 发现沸雪弄丢了 此时的他还在船上 想弄清楚两个少女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打开船舱 里面有着一屋子的金发少女 失踪的可不止小黛和乔安两个人这么简单 突然一把冷枪架住了沸雪 举枪的人正是答应帮他们调查 幕后黑手的小胡子 搞半天他自己就是 小胡子的手下也抓住了四季兄弟他们 与着沸雪一起绑了 关在船舱 起居这边 杰克探长被副局长压制着 无法行动 只能甘着急 小警员这时查到了之前 接走小带车辆的信息 那是属于小胡子旗下的车辆 杰克探长顿时意识到了 副局长为何会对此案如此的维护了 原来是在护着未来女婿 小胡子 不管什么命令了 拉着小警员就准备强行登船搜查 本来杰克探长还冷静的四处搜索 直到看见沸雪的小起子 意识到了沸雪出了事 杰克立刻变身 宝藏探长 差点要对副局长动起手来 沸雪这边也没有座椅代币 杰克人打配合很快松了宝 顺利的和杰克探长会合 接救了女孩们 并且也成功抓住了原兄 小胡子 回到警局 抓来了洗衣房的负责人金发 原来是他用11磅一个人的价格 把金发女孩们卖给了小胡子 共有钱人享乐 修女诧异天主教徒金发 怎么能忍心干出这些事情 金发的想法是 洗衣房里的姑娘们 都是灵魂堕落的下等女孩 所以做这些并没有愧疚之心 修女指出 省省灵魂堕落的人应该是你才对 至于小黛的死 其实是他在船上捡到了乔安的眼镜 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 才跑回去在金碧市里留下的讯息 但被小胡子他们发现 担心他在船上已经知道 他们贩卖人口的秘密 于是就让船长把小黛带回来 并杀人灭口 九个探长这边 则和副局长开始心算 根据乔安在姑妈家工作时听到的 小胡子和副局长的对话 得知副局长是利用小胡子的关系 才得以突然升职 作为回报 才会对小胡子贩卖人口的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九个探长很失望 曾经刚证不恶的前辈 堵落到为了名利不择手段的地步 同样感到失望的还有前妻 未婚夫是贩卖人口的大恶人 今天明知他的为人还要袒护隐瞒 平时骄傲的前妻也是憋屈地流下了眼泪 杰克探长从未见到前妻如此的无助 便上前拥抱安慰 飞雪苦涩地表示理解 随即离开 这晚飞雪家添了一个新生命 玛丽生了 姑妈全程陪护 培养出了感情 这回不用飞雪劝 主动要求品情玛丽 外男性热的姑妈太可爱了 最后杰克探长深夜来访 主要是证明自己并没有和前妻在一起 飞雪还想劝 杰克要不就回前妻的身边吧 杰克探长不乐意了 与凭杀左右我的生活啊 关键地方还没有说到 就被姑妈给打断了 嗨 又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夜晚 本集完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姑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